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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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内沿河错落分布着宫殿区 雅蜀区 居民区 墓葬区 宗教祭祀区 这些区域既相对独立 又通过街巷 道路 河流彼此连接 构成了布局合理 功能完善 景色宜人的山地城市 灵溪河 湾延如玉带 是一条天然生成的军事防线 是一条通达山外的生命水道 也是一条融入吐丝诗书礼乐的文化长廊 王室生活区 由东向西依山而建 总面积一万四千平方米 东北高 西南低 形状略成椭圆形 宫殿区四座大门中 大西门为正门 残存的踏步台阶依稀可见 坐落在宫殿区中南部的主体建筑 衣衫自下由上而建 形成四级阶梯状平台 围绕在城墙周围的排水渠 使后人惊叹那古老的智慧与创造 累气规整 布列有序 除用于生活用水的排放 在特殊时期也是最好的逃生通道 雅蜀区 位于王室生活区南侧 周长408.8米 面积8520平方米 平面接近长方形 建筑物以山势分布在东北高西南低的多级平台上 是土司行政办公机构所在地 其在土司城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彭氏宗祠 毗邻雅蜀区 位于土司城中心 内供历代土司雕像 院中德政碑由青石雕凿而成 碑文的书法与史料具有极高的历史与艺术价值 居民区内街向纵横相通 由卵石镶嵌铺就而成 相传有八街五巷两口方便居民互通往来 其中正街与右街保存最为完好 墓葬区 位于老四城东南郊 陵园内共有墓葬一百零九座 土司王及贵族也葬于此 墓葬多用土砖 累成半圆形 墓前有十人十马 四周住有围墙 对于研究明代丧葬文化 土司世系 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老司城遗址真实地反映了 土司及土司制度的产生发展与消亡的全过程 使民族文化直接而重要的载体 不仅填补了中国土司制度考古学的空白 同时又为研究土司制度提供了实物见证 土司城遗址的存在 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深远的现实意义